嗨 大家好 我是飞飞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去看看市场的一些分析师对于派币现在的一个关注 那么他们认为了Panetwork呢 现在呢 整个的市场环境不是特别友好 关于我们社区里面的情绪也不是特别高 所以会导致Panetwork代币的价格暴跌85% 那他这篇报道是怎么讲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那他这里说的是Panetwork的价格呢 从今年早些时候呢 已经达到了一个暴跌85%了 那截止至9月3日呢Panetwork价格为33.9美元左右 那在过去的30天呢 下跌了12.3% 那尽管PiCoin于2022年推出 但他与主要的Panetwork项目截然不同 在数量和有限的交易进行中 那么他的交易量是比较低的 那这里面呢 有几个问题啊 首先就是说他暴跌85% 他指的是从今年开始到现在为止 那暴跌85%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PiLan在今年早的时候呢 他的价格有再去冲高 他就是和最高点和最低点进行一个价格的一个差距 那么达到85% 其实这个呢 没有什么可比性啊 因为价格它是随着时常慢慢在走动 然后呢Pi的这个价格呢是属于IOU的一个价格 IOU的价格当时高是什么原因 是来源于Panetwork宣布今年要去开放社主 那一下子拉了起来 是吧 这是属于市场行为 而且呢这个呢Pi币和我们的Pi币没有关系 那另外呢关于说是他推出的时间2022年推出 2022年推出的是什么 是PiCoin是哪里推出的 是火币去推出的派的IOU的派币 和我们现在去挖的这个派币是没有关系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所谓讲的派币进行暴跌 暴跌了85%呢 这和我们挖的这个派币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你说有没有情绪的关系 情绪的关系是有的 因为现在派社区里面呢 这个情绪呢是比较低迷的 这个确实有一说一 那现在目前呢他还分析了说关于加密货币市场的严峻趋势 那比如说PiCoin呢 他下列的是关于更多广泛的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影响 那比如说我们看比特币啊 从今年的高点到现在呢已经跌下了20% 比特币跌下20% 那其他的山寨币是不是也应声二跌了吗 那所有的加密货币啊 其实都还是要看一下老大哥比特币的一个走势 如果比特币都走的不好 那我们这些山寨币农一农二农三 那更不用说大陆跌是吧 比特币跌那以太坊跌 莱特币跌或者其他的山寨币也应声二跌嘛 而比以太坊呢已经下的更加多一点 就是38% 那整个市场的低迷 随着加密货币的恐惧与贪婪主数的大幅下降 从今年三月份的高点呢 到现在呢已经跌了非常多了 那另外呢关于PiNetwork主要发布延迟呢 那么使我们这些社区里面的人 或者那些投资者呢感到非常沮丧 那PiNetwork主要发布延迟呢 是令我们投资者比较单约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你说我们这些点闪呢 是不是投资者呢 可以来讲不是投资者 我们只是说领这个积分 领路百票档 那些投资者呢就是指的是在二地交易市场里面去买的 或者说他们在黑色里面去买的 那这部分呢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投资者 那最近推出了应用内的宽限期提醒呢 显示在9月30日之前 如果没有完成KYC单 那么就可能会让你的这个代币呢 蒙受一些损失 所以说这加剧了社区内本身的一个挫败感 那因为有的人呢他讲说我挖了这么久的时间 那我们辛辛苦的搞这么久 这个币没有拿到 所以说大家就比较居伤嘛 所以说这来都会影响到市场里面 那最初呢预计是今年会推出这个开放社组 但是呢一而再再推迟 那现在呢我们还不知道说2020年是不是可以去上线 那这里的这个是关于投资者的 认为Pi不一定在2020年上线 那同样的Penitwork的团队呢为主网发布呢设了三个关键的里程碑 这个里程碑已经讲烂了讲透了是吧 其实这里面呢就关于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KYC的问题 那第一个里程碑呢是要完成大多数的人呢完成KYC 那有1000多万能通过KYC 另外呢要保证有1000万能进行映射 还有呢我们要足够多的一个生态系统 才会去完成这个开放式主网的一个条件 那目前这个分析师去统计的呢就是说 现在来看的话他们已知的通过他们外部的一个环境去了解的 不到50个的这个活跃应用程序 他这里指的是不到50个活跃应用程序 那这个符不符合啊 我相信来讲的话应该还是算符合的 其实我们的整体被项目方提名的认可的一个生态系统 其实远远大于50嘛大概是60多个 有的人可能说更多 那但是我们从项目方这边去他讲到过的呢 大概也就60多个吧 那他指的是活跃的呢 活跃的不到50个 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提出来之后 哎这个生态系统啊 大家可以用这些是我们项目方提名的 但是这里面的背后的投资者背后的一个操盘人啊 他们没有再去更新这个生态系统 或者说这个生态系统他们停止了 那为什么停止呢 来源于背后嘛 项目方还没有进行开源 那我的生态拿起来 我在做我人工要不要去维护 是吧 我里面的这个备用我要不要去继续去缴下去 在没有看到结果之前 我再去做这些无用的劳动的话 那都是给自己增加负担 能够去活跃的去使用的这些生态系统 不到50个 那不是说他全部没有50个 是全部的生态系统肯定是不止50个 而且超过50个还多 但是呢 真正在更新了 或者真正在去努力去做的不到50个 这是现在目前他所看到这一点 所以说他认为呢 现在这个关于点击点闪电 或者点击类的这个加密货币 他是迎来了一波不好的一个事态 那不管说我们现在看见了 以前的时间比较火的NOTCOIN是吧 那他还是一样的 已经超过了跌幅 已经超过了71% 那这些里面 他其实都会无形的影响到 类似于手机点闪电的这种项目的 那派来他就是类似于手机点闪电嘛 那所以呢 他又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所以这篇文章我们看完之后呢 我们先说一说 他本身来讲的话 他陈述了一个事实 但是事实当中呢 有一些是关于市场行为 和我们派来本质的社区里面 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比如说他跌了85% 哪来的这个跌85%啊 在社区当中啊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黑市里面的行为是 价格是在慢慢慢慢的回调 但是回调没有这么大 那市场里面的一个行为 就是今年早期的 也是个派币的一个高价格 和现在低价格比呢 确实是跌了85% 但是这个派币呢 是属于IOU的价格 和我们本身挖的这个派币 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这是属于投资者的一个行为 所以说这里面呢 标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跌了85% 那实际上和我们先驱者没有关系 和投资者也有关系 那另外呢 就是关于生态系统这一块呢 生态系统我们现在已知的是说 我们生态系统 其实还是完成了60%多是吧 但实际上它能够再去更新的 不到50个啊 所以说不到50% 那我们现在派来 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个努力 所以目前来看呢 我消极程序 笼罩着社区的更加多一点 不管是在外部的一个 分析师的一个分析 还是说关于内部 我们这些点闪电的派友 其实大家这个消极情绪 是蛮多的 消极情绪是大于这种积极的情绪的 那好 这边就关于今天 要去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那好 以上的分享 已经是来看这篇文章的一个解读 那关于更多的一个详细信价 大家可以自行去查阅 那好 今天就这样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